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作为男团选秀综艺 创造影2021的导师 周深和选手们谈起了网络力气的话题 从参加比赛开始 一举一动 都被记录被关注 网上的评价对选手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周深用亲切的口吻 向他们表达了自己对恶评的看法 就像歌曲我管你唱的那样 别用外表姐说我 误解不愿反驳 我拒绝只谈如果 我管你的感受 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管你什么看法 我的世界我来浮夸 如今 网络遍布世界每一个角落 有人把它当作垃圾桶 在网上随意发泄自己的坏情绪 有人恶意抹黑重伤他人 这种无休止的网络力气 像未知万物 但他却危机遍布 作为一员更会被网络上的言论所伤害 我管你组的成员也面临着这样的困扰 导师周深也首次 在创造影2021节目组 为学员们解答了这个困惑 周深所说网络力气中是指 网络上的某些网友 无论你到底最真实说了什么 做了什么 他们只想看了热闹 只想跟随网上吃瓜群众的脚步 去用你来宣泄他们一天工作 又或者是生活 学习上的不满 上世纪鲁迅笔下的看客逐渐演 变成了网络上的网友们 自持冷漠 而且以冷漠为荣 自持正义 但不问事实真实性和因果 只去看那些自己想看到的 周深想要表达的态度是 你看我刀枪不入 油烟不尽 我没有关心的人和事 所以我可以吸血人间 随便开炮 有些人则把这个做成了生意 靠力气赚钱 但这也不妨碍他们 回到现实生活里去做一个好人 虽是天下斑驳是 仍渡江湖蠢人 的确是这样的 有的人 不管这世界有多混灾阴暗 它总能如太阳一般照耀出一抹暖意 给冰冷的世界增添阳光 虽然历经磨难风雨 却仍相信人间有爱 知事故而不是故 擅自朝而不朝人 一边寻找光 一边发着光 美好又强大的深深 在创造影2021 不仅是教授学员能力的导师 更是学员们心灵的依靠 周深的理智与通透 早在暗中标明了价格 作为创造影2021的发起人团成员 周深在这个节目中尽显魅力 带solo舞台的一曲自己按门铃自己听 其慵懒空灵的嗓音 惊艳所有的学员 而他的点评总是透着温柔和善意 他的专业度和随时示范的能力也受到一致称赞 而一路走来 周深经历些许挫折 也受到了许多恶意的评价 但在隐忍和坚持不懈中 周深变得更加强大 成为娱乐圈的顶流歌手 从积极无名指使爱好唱歌 到登上舞台被人质疑 到如今有了属于自己的作品和舞台 从没有舞台 到小舞台 再到闪闪发光的大舞台 长得漂亮不如活得漂亮 能够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人可以多么有魅力 还有情商高比外貌好更令人喜爱 那些恶贫和利器都变成了周深的垫脚石 他站得更高 望得更远 变得更强大 2020年是周深全面爆发的一年 参加了14档综艺 成为忙忙碌碌的打工人 经常罢品热搜 在歌手的舞台上 大约和达拉崩巴魔幻般的表演 让观众大呼太厉害了 而他和粉丝相爱相杀 手管我的言论 已让观众看到周深的真实和自然 2021年周深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 和演唱家张也合唱灯火里的中国 看他专注唱歌的模样 谁能想到他曾多年被嘲笑被污蔑呢 周深再也不是那个被困在别人评论中的歌手 他是夜空里最亮的一颗心 每个人都是珍贵独特 美好的 我们不能凭借网络上的知言骗语 去轻易定你一个人 夸奖的话可以随口而出 而诋毁的话要直接扔进大脑的回收站 当我们遭受到网络的力气攻击时 要坚信你自己的珍贵 勇敢的去做自己 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 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今日的周深已经能很坦然的去面对过去的自己了 任何时期都要学会放过自己 不要去跟自己纠结 你喜欢这件事 就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做好了 所有风向都会变得 这样的周深 值得粉丝更长久的陪伴和喜欢 周深 实力与流量兼具的代表以前 至少在两年前 很多人提到周深多是不认识 不了解等情况 很明显最近两年 他终于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 现在很多人提到他都会说一句唱歌挺好听 他说过 他想成为生米的底气 有一天别人问我们你喜欢的人是谁 我们回答周深的时候 别人可以说一句周深唱歌很好听 现在他做到了 并且越来越好 甚至有时候可以看到一些评论说他是流量 看到这个很高兴 终于有人说他有流量 有了热度 有一部分人整天说周深是实力歌手 不重视流量 不愿意为他打榜投票 不愿意为音乐付费 他们永远可以用一句实力歌手不需要这些等洗脑包蒙蔽很多人 怎么会不需要流量呢 有了流量才会有资本选择你 才会有更多舞台 有更多机会 越来越多的欧斯找他唱 越来越多的晚会 综艺邀约他 这时候又有人来洗脑 唱太多欧斯的了 没有新意 没有音乐人格 他是不是沦为综艺咖了 层出不穷的洗脑包 因为他越来越火的时候阻碍了别人的路 更离谱的是 有人相信了 被洗脑了 我觉得周深还是专尽做音乐吧 综艺会消耗他的人气 请问综艺为何会消耗他人气 对于不认识 不了解他的人来说 难道不是多了一个让更多人认识他的途径吗 对于喜欢他的人 更是希望可以见到多面敌他 周深是一个目标坚定的人 他喜欢唱歌 任何事情都没有阻碍他唱歌 在他上综艺的时候 唱歌也没停下来 单曲 OST 准备二专 这些事情都需要他去做 他经常半晚上发微博 这个时候还在工作 真的很拼 很辛苦 前几天我们一起闯那个练习式视频 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 他为了展示给大家更好的舞台 穿了至少两件衣服外面那层都湿透了 他能走到今天全凭自己这样努力的 倾尽全力的 把每一个舞台都当作最后一个舞台的表演 他的实力为他 在娱乐圈赢得了一席之地 为他赢得了更多人的青睐 但是 想要走得更远光靠 他一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 还需要更多粉丝的支持 而我们对他的支持只能体现在数据 单曲销量以及收藏等上面 流量和实力从来都不是对立的 流量是大众的选择 资本的倾向 而实力是可以永续发展的保证 有了实力 流量就是锦上添花 有了流量 实力才能获得更多曝光度 请记住 有了流量 有了数据 他才会有更多的选择空间 周深用实力给了粉丝底气 也请粉丝用数据给周深底气 相互扶持 他才能走得更远 粉丝才能看到更多的舞台 听到更多的单曲 吹光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